他每天吵着去工作 这不是让我很丢脸吗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 你自己不信之度迷吗 你是去见谁了吧 分明就是不信任我 可是我一夜没睡为你担心啊 你一夜没睡了吗 你用一个女人的钱 还要说一个女人不行 你有没有羞耻感 欢迎收看重庆卫视大声说出来 有请主持人龙勇 心理沟通 构建和谐 爱要大声说出来 我是龙勇 节目一开始 为您介绍一下厂商四位嘉宾 百合网首期经验专家 周晓鹏小姐 欢迎您 情感作家苏琴老师 欢迎您 心理专家夏东豪老师 欢迎您 我们大声说出来 情感导师涂磊老师 欢迎您 好 接下来我们认识 这一对倾诉人 他们的压力是什么呢 动作短片来了解一下 压力倾诉 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 我都想给他最好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凭我的努力 我可以给他更好的生活 本来一切都很好的 但是他由于工作的原因 从西安调到了深圳 一切都变了 无论我做什么 他都不相信我 他本来是一个特别听话 特别依赖我的人 但是我一走他就变了 所以我想尽办法 把他也带来了深圳 本来以为一定是最痛苦的 但是现在还不如那个时候 我真的收购了这样的生活 我希望他不要离开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 好 看个短片之后 让我们掌声 有请两位倾诉人上场 有请 小杰 林玲 都不再看对方一眼吗 出了什么状况告诉我们 两年前我们的感情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后来我们有一段时间 分开过 后来我们又在一起了 每天都在一起 但是现在的感情 我感觉大不如从前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做错了什么 还是哪里做得不够好 你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 那这样子说错 全都是我一个人的了 我觉得我做得很好 我没有做错什么 你刚开始是怎么对我的 在西安的时候是怎么对我的 像我来深圳 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们刚才是在指责 但是我没听到一个具体的事例 小杰你说来看看 就是 因为我让他来深圳 我是想让他过更好的生活 但是他来了以后 他每天都吵着去工作 然后我身边的朋友 都知道 就是我接我女朋友过来深圳 是让他过更好的生活 他每天吵着去工作 这不是让我很丢脸吗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 你自己不信之度迷吗 你当时说 让我过来是来享清福的 我没有说想要依靠你什么 我只是想要跟你在一起 所以我过来找你 我父母都反对 我硬是要过来的 这样子说错都是我一个人的 可是你作为我女朋友 你难道不应该听我的吗 我听你的 我是听你的 你们在说什么 我问一个信息 你以为到深圳去 跟他是去享清福的 你刚好说这句话 那我想请问你家境很好吗 很可爱吧 你赚钱的能力 那一个月转断 一开始在深圳市在公司上班 一个月一万左右吧 你爸妈现在在享清福 反正也是在做事吧 那他凭什么享清福呢 我没有想过依靠他 我没有说你要享清福 他要让你想清福 他凭什么要享清福呢 这是我对他的承诺 为什么要自己老婆享清福 他这么年轻 而且一万多千个月也不多吗 你是希望他能够到深圳来陪你 就是他就来深圳了 然后他就一天出去找工作 我让他来深圳 不是让他来工作的 是让他陪着我 然后呢 可是他来了以后 他每天就吵着要去工作 要去工作 你那是去找工作吗 我真的都不想说 你是去见谁了吧 我都是跟我西安的同学出去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有跟你说 我来深圳这边也不容易 我想让他们介绍一份 比较好的工作 难道我还要冷着一张年 我回来我对着你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表情 难道用我的任命去骗你的冷屁股吗 总是就是因为这些小的事情 鸡毛蒜皮的事情 吵吵吵吵吵吵吵 有什么意思 我并不是因为 就这一点点小的事情 不信任你 一地恋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一次就是下午七八点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下班了 我就发信息给他 然后一开始没回 然后打电话也没接 我当时我就在想 是不是可能还在忙 没忙完呢 然后又一直等到十一点多 打电话还是没有空气 当时我就火了 我就想一个女孩子 人家大半夜喊不回电话 到底是在干嘛 我没有跟你说吗 我提前跟你说了 我跟哪些朋友 跟哪些同学是去聚会的 KTV里面很吵的 我没有接到你的电话 没有听到是很正常的 你说你也是在第二天早上 才说的好吗 你那些解释也都是 你因为我是你 大半夜的回去了 还要打电话 把你给吵醒 告诉你我回来了 我第二天早上 打给你不是一样的吗 再说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跟哪些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当天晚上很 都睡不着觉很担心呢 我这个不算是替你着想吗 我第二天打给你不是一样吗 你这分明就是不信任我 还有什么话可说 可是我一夜没睡 为你担心呢 你一夜没睡了吗 你证明一下 你那天晚上没有睡觉 对啊 你证明一下 你顺着嘛 这说 因为这个是第一次吧 后来我也想了一下 我说算了 不跟他计较 我就理解他吧 紧接着第二次就发生了 又什么事 你是第二次提前 跟我打过招呼 你也说跟你同事去玩 但是你还是一天 没给我回信息 没理我 是一个白天 还是寒晚上的一整天 一个白天 中午的时候 我就在朋友圈又发现 突然发了一条朋友圈动态 我当时看到那个动态 我就特别来火 你有时间发朋友圈动态 你为什么没有时间 给我回个信息 难道回信息就这么困难吗 就是 我是去爬山 山顶的信号好不好 你又不是不知道 微信圈是怎么发出来的 微信朋友圈 因为我当时不是在拍照吗 刚好那时候有一点信号 我就想赶紧发个朋友圈 而且我也没有屏蔽他 他都看得到的 这样子也算是让他知道 我在干什么 你没看到我给你发了很多 我后来 我后来不是下山的时候 给你发了信息 你每次都这样 你不知道我很担心吗 就是不信任我 对 傻姑娘 你就不知道单独 爱他一下吗 白天 搭白天的 我跟同事去爬山 这样子他都不信任我 我并不是因为 我并不是因为 你去爬山不信任 你天爷跟我打过招呼 是因为 我给你发了那么多信息 你就不回我信息 你就有时间发朋友圈 我是因为这个事情生气的好吗 就是因为这样子 一地恋太痛苦了 我不信任他 他不信任我 一地恋有多长时间 八个月 八个月就发生 这两件事也还好 还有很多一些 还有什么吗 小事情 小事情 小事情啊 对 就是 都是主题 反正后面发生的事情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会因为这些 三天两头都吵 就是一地恋 就是总是麻烦 对啊 十天半个月拉黑一次 谁把谁拉 他也拉我 我也拉他 互相拉黑吗 互相拉啊 对 所以我就想结束这种生活 我就让他来深圳 我当时带着我所有的存款 三万块钱过来找他 我过来这边 所有的路费 车费 包括我来深圳的一切的费用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出的 不是 他不是说 让你来享清福 怎么要你自己花钱 那你问他 那个时候的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又不是看不在眼里的 怎么了吗 他来深圳之后 当时因为过来以后 跟我朋友几个人 一起搞一个工作室 注册一个公司嘛 然后注册了公司 还是工作室 公司 多少钱 四个人每人出了五万多吧 你既然就才有五万块钱 你让人家来享清福 那是我给人家的承诺啊 但你承诺不了啊 你说什么享清福 吹牛嘛你就是 我以后会 以后会给他 他没有加时间线 我是希望一百年过后 你来享清福 以所谓的清福为诱惑 把他骗到深圳来 让他失去资源 弄到我眼皮子底下 是不是这个意思 算是吧 是骗吧 前面三个月可能还好 后来的时候 我的钱用得差不多 是在新阿玛 最好的一个闺蜜 然后她结婚了 就是想让我去做她的伴娘 那是因为没有钱 然后她又不让我去 连礼钱 我都是问我爸妈要的 去店的 后来三个月的时候 我开始就觉得 生活比较紧张 我想要去找工作 她不让我找 她说我去找工作 就等于是给她丢脸 然后到了最后面 三个月的时候 实在是没有钱吃饭的时候了 她就开始逼我去找工作了 然后还说是我拖累了她 如果不是我的话 她就不会跟朋友 去弄什么公司啊 可能现在还是一个小白脸啊 坐在那里吹空调啊 不会这样子 你每天那样烦着我 这么丢脸的话 你都说得出来啊 她怎么烦着你 我压根就不想让她去工作 后来还不是你逼着人家找工作 对啊 我说你那个项目 我也没有说逼着你去找 你公司那个项目 天天吵着去 那你就去好了 那你就去找呀 但是你的能力 你能找到什么工作 你自己去 你的能力 能不能让她不找工作 对啊 我现在以后可以 我也跟她说了 可是现在要吃饭呢 孩子啊 后来我找到工作了 又嫌弃我 这个工作太远了不好 然后一下子又觉得 我能力不行 这个是骗子 就叫我不要去 找各种理由堂塞 千块钱你说你跑那么远 晚上下班回来那么晚 何必让你去呢 有意思吗 那请问 在这种情况下 你能够拿出多少钱来 供应两个人的日常生活开支 因为毕竟创业也没有那么容易嘛 那你凭什么又瞧不起 她已经找到的 几千块钱的这个工作呢 因为她之前在西安的时候 就是做酒店前台 那么简单的工作 裁员都会把她裁了 那这边的工作 肯定也就做不了了 没法 你认为的她的能力 对 在我 够格而挣多少钱的 这个收入的工作 我是刚让她过来 就没打算让她工作 就是她连找工作的资格都没有 只可以在家里 给你煮饭洗衣服 那我问你 她在家里做保姆 是合格的吗 我是想让她这样 我说她做得合不合格 满不满意你 满意吧 深圳找一个保姆 多少钱一个月 我问你 少说得五六千吧 你付了工资给别人吧 你付得起吗 养不起老婆 付不起工资 人家找的工作还不要 还满脸瞧不起 说人家不行不行 因为我找不到工作 她就在家里 模拟面试 她当面试官 然后我就在那里 做面试的人 她又说我这个不行 她说那个不行 说问我有什么优势 我说我想想一下 就被她说的 我感觉自己没什么优势 她说 哈哈哈哈 你没什么优势 你还去找什么工作 你还不如在家里 给我做饭吃呢 你这个能力 你自己不清楚 我后来不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吗 什么工作 在一个旅游公司嘛 做那个旅游顾问 也就是说你觉得你再找到的这份工作 你是有能力把它做下来的是吗 因为她当时是看我 沟通能力还不错嘛 就让我从推广开始嘛 就是相当于跑 因为我要在外面跑嘛 然后她就说女孩子 跑什么跑 炮头露面的 用各种领域弹上我 就好像是要证明 我能力有多差 她能力有多好一样 对啊 你说你能力 你在西安那么简单的工作 都会被残缘 你现在在深圳能找到一个五六千的工作 如果我是老板 我也不会运 你能挣多少钱 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一个月一万左右 她来深圳过后 你给到她应有的这个生活开支了没有 刚开始来的时候 是她自己带钱过来 对 她带了三万块钱 后来三万块很快用完了 然后呢 然后我的钱都是去跟朋友做 你跟朋友投了多少钱 我再问一遍 每个人五万四五 也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积蓄 都投在这个合伙的公司当中 就五万块钱是吗 对 也就是说你的金购 也就是总量五万块钱是吗 目前就是之前是那样 后面她那个工作室 所谓的那个公司 那个钱还被她朋友都给拐跑了 她还叫我去 一个女孩子人家你不懂 你就别在那瞎说 什么叫拐跑了 那你后来还要我 去骗你爸妈说你住院呢 然后骗她的钱 用来交房租 还有你说你公司要融资 要干嘛 让我去 跟我朋友他们借钱 我后来我身边所有的朋友的钱 都借完了都借好了 像是我还可以再做起来的 但你为什么不跟你朋友借钱 要我跟我朋友他们去借钱呢 我借给你以后钱呢 你公司还不是一样 没有开启的 钱都被你朋友给拐跑了 不算是拐跑 你认为是怎么回事 因为做了一段时间 然后赚不了什么钱嘛 然后就 内部矛盾太大了 然后后来就散了 不做了 本金没回来是吧 对 你就是亏光了嘛 他直到现在 他还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我觉得我做的 并没有做错了什么 那你刚开始在西安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现在怎么对我的 你那么依赖我 作为女朋友 我觉得你就应该听我的呀 听我的安排呀 你的安排是怎样的 就是让他在深圳陪着我呀 他不是来了吗 对啊 但是他每天要吵着去工作 他不工作 他靠什么吃 靠什么喝 他不工作呢 显然没有收入 那你得拿钱出来养活两个人呢 这道理很明白呀 他就是死要面子 那姑娘来的时候 你们每个月的房租水电 然后吃饭 是花你的钱 还是花了他的钱 我的 吃软饭呢你 想轻浮的是你呀 大概是我真的是很信任他 我相信他的能力 可以给我带来幸福嘛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要依赖他 我只是想要跟他在一起啊 但是到了后来 我真的没办法去忍受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们三个月就花完了 三万块钱是吗 六个月 因为前面三个月 每个五千的开箱 那其实还挺高的呀 他们他又没有赚钱 而且他还在家做饭 对 他还在家做饭 我都不出去 我在深圳 我就每天就是在那个 小区里面附近 在那里赚一个 我都没有说去玩 每天就是煮饭炒菜给他吃 还有一个冒昧的问题问一下 因为您没钱了嘛 那您平时在外面的钱 比如说你买个盒饭呀 公司有就是每天 还是会有进账 但是 吃盒饭公司有支配 但是抽烟呢 日常消费 跟公司无关的业务 钱从哪来 女朋友那边 当初你们是在西安认识的吧 西安认识 你们处朋友多少年了 两年 就是一次朋友的聚会 然后就一尽重情了吗 看着他什么地方 看着他就 不外 一尽重情 还有能有别的理由吗 当然有了 能有别的理由 你这是一见钟脸好不好 对对对 但是我之前也对他 确实挺好的呀 好在什么真的 就我有什么吃的喝的 都是第一个先想到他 比如 那是为了将来能吃他的喝的 他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西安 虽然收入没不是很高嘛 但是工资卡什么 都是交给我的 说要给我建立一个家庭嘛 我很相信他的 那我们父母都是不同意的 所以他就想要 如略地去奋斗 你父母不同意 你们这桩事情是吗 我父母不同意 我说了我来深圳的时候 我父母都是不同意的 你父母为什么不同意 这个小伙子 父母觉得我太小了 就不太适合 你那时候多大 多大年纪 19岁 他呢 我出生过时间比较早 然后呢 刚开始他父母 也是不同意的 他父母不同意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也是觉得 我们年纪太小了 都太小了 对 后来一个月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也想放弃 但是他一直就是 比较坚持 然后一个月以后 他带我又回家了 然后他爸妈就觉得 这个人还可以 然后就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好 在西安多长时间 4 5个月 那现在姑娘 你想来这儿 大声说出来 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很多次就是想在家里的时候 深圳的时候 跟他好好的去沟通一下 但是我们根本就 没有办法去沟通 你现在想怎样 你问他想怎样 他今天来这里是想要怎样的 我想就是今天站在这里 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 就是想挽回这段感情嘛 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我肯定会给你更好的生活 要不要再许一个 像当时你许的那种诺望 我一定以后让你想轻浮 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在东山再骑啊 东山你骑过没有 加个期限 如果非要有一个期限 我想是一万年 真是加个期限 否则也这个是没有效的这个承诺 这个期限我先 你不敢承诺是吗 或者不想承诺 承诺已经太多没有用了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 四位嘉宾的意见 简压面对面 我想问一下 你让他去借他的朋友钱 总共借了多少钱 他问他朋友借的 对啊 你让他去向他朋友借的 总共借了多少 两万 你有能力去还吗 你准备什么时候还 如果是借 那一定有一个还钱的期限 如果你没有打算还 那就是骗 你准备还钱吗 肯定要还 什么时候还 还钱你总得给期限吧 一个承诺能让自己女人 想轻浮的 能承诺的男人 你至少不能让别人 搓你几两股吧 你借了别人钱不还 这不就明着偷 明着抢 明着诈骗了吗 而最后我想跟女孩说的 20岁谈恋爱谈了一年半对吧 快两年了 也就是18岁谈恋爱 18岁的女孩谈恋爱 有些时候总是跟着感觉走的 可能这个男生长得帅一点 我就会愿意跟他在一起 但是长得帅不是可靠的标准 谈恋爱只看长得帅的话 有可能就会被他长得帅的 这张脸当中的那张嘴所蒙骗 所以你想清楚 这种男人不能再去做情感投资 情感投资也得投准人 但是盲目的情感投资 只会把自己的所有的生命 都浪费在他的身上 小杰 我告诉你 你说他深深给他幸福 你根本没有能力嘛 你不让他工作 那你就有本事给他钱 如果你先赚五千块 就除以二 两千五给他 你不用工作我给你两千五 你有这个本事吗 钱赚得少苦不是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根本没有给他爱 他充其量就是你的庸人 来帮助你 让你想幸福 你觉得很舒服 我觉得知错能感 赛莫大 来到这边的人犯了再大的错 我都认为不是问题 只要他肯敢 否则来这个节目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只是骂他 然后不给他机会 那何必 你呢 爱不等于愚蠢 听懂没有 我相信你爱他 真的 我觉得你真的爱他 我看得出来 即使在讲他的时候 你还是笑笑的 你讲他那些很可恶的事情 嘴巴都在笑了 到现在还看到你心中对他的爱 可是爱不能当饭吃啊 你缺乏的是智慧 而这种人你都一直相信 你一点决断力都没有 就拿出你的决断力跟智慧 把智慧放在爱之上 那如果今天你选择离开他 你可能会痛苦 但是长痛不如短痛 其实他们两个人 在相处过程当中 我必须有一点要承认啊 你们两个人互相之间 对彼此丝毫不设防 但是其实有一点 就是这个男孩子的虚荣 我特别相信他在他的朋友 在他的父母 在所有人的面前 把他自己包装成一个 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勇气 充满了各种能量的 一个男人的形象 不然的话 他不会让你待在家里 不上班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一种男人来讲 女人是一种装备 是可以炫耀自己成功的装备 所以其实小杰 你必须要承认一点 你让玲玲到深圳去陪你 并不是因为她需要 而是那个时刻 你是需要她的 不要说跟玲玲说 我就是为了养你 给你更好的生活 其实你做不到 你更想的是 能有一个人在你身边 跟你共同分担 生活当中的种种的难题 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男人肯示弱一点 是好事 你当你愿意把自己弱点 暴露给对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也许会更心甘情愿地 踏实地跟在你身边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男生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自己 他不让你出去工作 你越得出去工作 你得好好把自己 弄得越来越好 因为只有你变成了他 不要求你变成的那个样子 他才会一辈子 紧紧地爱你抓着你 你这种人是不会成功的你知道 因为你没有志气 也不厚道 而恰恰这两点 你的女朋友是有的 她很有志气 你看你让她来享清福 但她带了三万块钱来 她不吃你的不喝你的 这种女人有志气 我特别佩服这种女人 第二她也很厚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事实上在今天录制的 整个过程当中 她没有像以往我们这个舞台上的 有一些女嘉宾 不管是来分手的 还是不分手 把自己男朋友的点给掀个透 她没有 她很多情况之下 都是我们问了她才说 她并没有对你有羞辱 又或者是幸灾乐祸 所以她很厚道 而你恰恰又没有志气 又不厚道 你知道我最恨你哪一点 你看着我 一个男人用女人的钱 没有太大的问题 虽然有点不好意思 但爱人之间 本来就应该互帮互助 但是你用一个女人的钱 还要说一个女人不行 还要去羞辱她 看不起她 还要逼着她去借钱 去撒谎 你有没有羞耻感 你所有以前在她面前的承诺 什么让她来享清福 将来可以做老板娘 都像一记记响亮的耳朵光 抽在了你的脸上 还没有成功 就开始膨胀 来 我让你想清福 其实兜里没有半毛钱 我甚至都怀疑 你在创业的时候 五万块钱已经投入了 自己身无分文 而要把她从西安教 回来的时候 并不是主要原因 是因为你不信任她 想让她留在你身边 而是她能够给你带来温暖 同时还能给你带来三万块钱 这是最直接的 你敢说你没有吗 但是 当自己吹的牛最后破灭了的时候 你非但没有悔改 没有去感谢女朋友 对自己的付出 没有害臊 你反而一次一次说 以你不行的方式 来掩饰自己的不行 最后更是令人发指的 要逼着自己女朋友就借钱 也不让她上班 甚至你在逼着她 向她的朋友借钱的时候 你压根就没有还的期限 你要信不信 如果是你向你的朋友借 以你这种好面子的个性 你能不急着还吗 你能几个月 几个月的六个月 这样拖下去吗 你肯定没面子呀 但是因为不是你借的钱 看着我 所以我告诉你小伙子 创业成不成功不重要 咱们能不能要点脸 我别谈要面子 要点脸行不行 给男人争点脸行不行 用了别人的钱 能不能感恩一下别人 今天跟人家说声道谢 在我创业最艰难的时候 是你帮助了我 不管是物质上的 还是精神上的 我那样的羞辱你 瞧不起你是不对的 残酷的事实证明 这个女生是可以跟你共患难的 但是你却一步步地 在逼她离去 其实有的时候 说声对不起恰恰是一种要脸的方式 是把面子捡起来的一种方式 而一昧地这样死撑得下去 死要面子活受罪 结果会让你更没面子 执着地犯错 其实是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情 所以待会你记住 跟你的女朋友说声道谢 在镜头面前承诺 借的那些钱什么时候还呢 我跟你说 如果你把这个面子捡起来 踏踏实实去干 又有一个对你这么好的女朋友 你做点小本生意 或者是再来一次创业 或许会可能成功的 听见没有 听见 好 请去密室里 小杰 请登上大声台 大声说出来 弱乐 不应该怎样 呢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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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是 有点 宇宙 有点 听过现场老师 各位老师的点评 也是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 自己现在分享的这些错 确实也是对 对女朋友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总是那样地去羞辱你 逼着你去做一些事情 今天就站在这里 就跟我女朋友说声对不起 给你道歉 对不起 我想清楚了 以后的话就是 想好好找个工作 安安稳稳地 让我们在深圳一起生活 我希望你再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一起走下去吧 我们在西安的时候 有过很多美好的一些瞬间 然后我也是很相信你 你把工资卡交给我那个时候 但是希望太多已经变成了失望 我不知道 就是还可不可以再相信你了 好 来我们回到现场 100位观众这里 如果大家希望他们在一起的话 请再表决 切意上按赞成键 大家不建议他们在一块 请按反对键 3 2 1 请看见 现场25%的观众 还是支持你们在一起 当然这是少部分了 接下来会为小杰升起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转身离开 放弃这段感情 或者你还要继续争取 跟林玲在一起 那就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密室门会打开 林玲也有两个选择 要么走出密室和你继续牵手 要么留在密室当中和你 说再见 接下来请为小杰升起选择住 请选择 23岁年纪不大 我觉得有时候在我的眼中 23岁还是一个孩子 但是没有关系 每个人的23岁都会不一样 希望23岁的小杰在深圳 踏踏实实地往后走 好 再见 小伙子 跟他在一起的这两年 他给我太多希望了 希望太多 最后就已经变成失望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每句话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也不想再去分辨了 我真的累了 接下来我们认识这一对青素人 他们的压力是什么呢 通通短片来了解一下 压力青素 其实他对我还是挺好的 很细心 也很体贴 但是现在有一点我越来越不能接受了 就是他太冲动了 而且一点都不上筋 其实我没变 是他在变 他变得越来越现实 要求越来越高 我真的觉得压力特别大 他又冲动了 这一次让我感觉非常的害怕 我已经觉得我们没有未来 我对他太失望了 这次真的是我错了 我不该那么冲动 婷婷 不要离开我 我不想跟你分开 好 看过短片之后 让我们有请两位青素人上场 有请 小勇 还有婷婷 谢谢你们来到节目现场 小勇 刚才我在看短片的时候 觉得你非常的急 就是不想和他分开 还很想和他继续牵手 可是出了状况 是吧 说给我们听 对 因为就是最近感觉他 跟他关系没缘以前那么好了 他就一直说想跟我分手之类的 因为我还是自己很喜欢他 最后想到舞台这儿来 对他进行下万六 我还敢跟你在一起吗 你去自杀 这么极端的行为 觉得太恐怖了 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 其实在认识小勇之前 我是有一些其他的追求者的 后面就认识了小勇 跟小勇在一起之后 他还是会经常约我出去 然后我当时也觉得 这么不是一个事 我就觉得我想跟他说清楚 然后我就出去了 最后又被那个小勇知道了 他当时就特别地冲动 结果你当时就去撞墙 你知道吗 一下当时你就晕过去了 把我吓得半死 真撞墙 对 当时真撞墙 对啊 我当时都不敢相信 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而且那冲动的事 还不止这一件呢 那一次吧 就那段时间 其实你是在找工作嘛 当时他有三份工作 都摆在他面前 都挺好的 但是你跟我说 你说你那个发小 给你打电话 说让你去杜江宴 去做花工安检 底薪5000 而且工作还特别轻松 你说运气好 可以来个一两万 我当时就觉得 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 他那么久没跟你联系了 然后就给你联系 就说给你介绍工作 还那么好的工作 你不觉得这就很像传销吗 你为什么一来就判断是传销呢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 当时也差点上当了 但是后面发现了就没去 但是那个情况就跟你很相似 事实上呢 事实上最后去确实就是 犯了是传销吧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 就不考虑后果 就是太冲动了 然后在生活中啊 你也挺冲动的吧 就我学姐结婚嘛 然后当时请我去当伴娘 就早上接亲的时候 就跟他一起抢新人啊 然后就有一个胖子 就不小心踩了我一脚 当时他又很激动 把人家推了一把 你没长眼睛啊 你没有看到你踩到我女朋友了吗 当时也是态度很激烈的 大家都很尴尬 都很难看当时 当时那个哥们 我目测他这应该有200多斤嘛 那么高那么胖 当时我都感觉 你眼泪快下了好不好 我当时有跟他说啊 我叫他他没听见 我推倒推不动啊 我就只有吼呗 但是你可以不要那么激烈啊 而且咱这事就不说了吧 还有那个一次呢 特别尴尬 那一次真的让我很难看 是这样的 因为我有一个弟弟嘛 有一次他那个资金链断了 就让我帮忙借钱 当时可能因为 大家都是刚毕业不久 没什么积蓄 就没有借了什么钱 就后面我又尝试 给另外一个高中同学打电话 他很爽快地借了我八万块钱 当时我就挺感动的 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真的 那个时候也比较困难嘛 他好 他没借钱之前 什么都没跟你说 借了钱之后呢 就发微信打电话说 我喜欢你 我爱你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然后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后面还会回成都买房这样的 他什么意思嘛 借钱的时候 他没有跟我说 他对我意思 就是后面之后 他就会经常发一些微信 说想和我交往之类的那些话 当时我就说我有男朋友了 就是让他就不要这样 他就说有男朋友又怎么样 只要没有结婚 那都可以公平竞争 他也可以争取 那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其实你看你这件事也没跟我说是吧 还不是有一次我玩你手机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给你发了一些微信 我才知道的 你当时不准备跟我说想隐瞒我是不是 你还好说偷偷看我手机呢 你当时趁我洗澡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电话给记下来 你偷偷给人家打电话说什么呀 你说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的女朋友 当时我那个同学就说 你的那个男朋友太没有素质了 怎么说那么多难听的话呀 一点都不成熟 你知道我当时特别地丢脸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因为为什么会跟他打电话是吧 是因为我跟你说了很多次 上你跟他打电话说清楚 你不给他打 所以就我打呗 而且我觉得那个男人也是 就是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俩说得很清楚 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秘密是吧 就是说了都不想听听知道的 结果他还是给你说的呀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这点我有点看不起的 其实不是我要不给他说 是因为我毕竟借了人家八万块钱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最初借钱 除了这个男生借你八万之外 最初其他的人最多能借到多少 其实当时很多同学都没什么钱 就没有借到 突然有一个高中同学 而且跟你关系不是特别好 长此以往也没有往来 突然借你八万一个男同学 你不觉得奇怪吗 其实当时有一点 我再问你一个男生开始借你八万 纸字不提说喜欢你 借完了之后说喜欢你 你觉得这个男人素质怎么样 这都提不上素质 可以说十分阴险 另外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 本来说不要互相保守秘密 马上反手就告诉你 用这种所谓的离间方式 你觉得他素质怎么样 其实换者言之 如果你的男朋友 当时就把八万块钱 还给了那个男生 然后再对那个男生 说了那些 你所谓认为没有素质的话 你认为你这个男朋友 还没素质吗 其实可能当时也是自己 这方面经济能力没那么 其实他内心深处想象的是 因为这个男朋友 没钱再加上行为粗鲁 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其实也不是 只是说不要把大家 弄得那么难堪嘛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好好说 真正难堪的人是你好不好 拿人家八万块钱 又不能以身相许 然后又不敢说硬话 是你难堪好不好 那就不说了 但是这一件事 确实是他特别的冲动 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件事 对我打击特别大 哪件事还是八万块钱的事情 不是 另外一件事情 对 房子的事情 房子怎么了 本来我们是准备 今年买房结婚的 因为他去年 就不止那么一次给我说 他说 他干了个销售工作 可以提升十几万 就今年可以拿到那个提成 当时我就特别相信他 我就觉得挺好的 我说那我们今年 就可以买房了 就可以结婚了 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特别想 马上结婚买房 是因为 那时间我立假没来 然后我就去医院 就检查出来我怀孕了 当时我就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回来 咱们俩就去先看房子 因为我怀孕了 他当时又挺高兴的 但是因为我提房子的事 他就支支吾吾的 他说 他说回来再说吧 然后回来他就给我说 那个提成拿不了了 房子买不了了 你知道当时我什么心情吗 我特别难过 当时其实我也不想失信于你 因为确实 我去年年底做了几个单 你也知道是吧 我给你算过 提成能拿到十多万 但是后面公司层面 领导层面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领导 他故意刁量我 所以就是后面就没办法 提成拿不到那么多了 但是如果当时你不那么冲动 跟领导发生争执 他当时还有一点想 动手打领导呢 你这种情况 不是 因为本来他好运的 我想是去年跟他 做了个承诺是吧 我就想跟领导这边商量一下 能不能先把提成给我 但是领导他就总是拖一拖 当时我肯定也比较急嘛 我就跟他推了几下而已 也没打好不好 我觉得你也挺了不起的 你敢跟领导动手 你当时 如果你好好跟领导说的话 你不要那么激动的行为的话 其实如果我觉得那个提成 可能也不会就全部就泡汤了 可是到最后呢 提成没有了 房子买不了了 最后你连工作都丢了 不 我关心的是孩子的问题 因为当时就知道他这个行为嘛 我当时特别的失望 心情也特别的不好 因为其实我从小 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又说了那个心情的影响 然后我就流产了 然后孩子也没了 相当于什么都没有了 我当时就是觉得你 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 我真的我觉得你太不成熟了 你已经让我完全看不到 希望我还敢跟你在一起吗 你说的我不成熟凶动啊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里面 给我那么多压力 就比如说你表姐吧 表姐给了你什么压力 她表姐就是说我无能啊 就买不起房买不起车啊 这个我觉得是吧 你家里面肯定对我意见 我这个觉得没什么 但是后面你这边 你怎么说呢 就是要买房啊什么 要抓紧时间买房啊 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啊 这些你都让我每天都很头疼的 而且我就觉得 你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好不好 但其实现在年轻人 挪婚的也有很多啊 没必要买房啊 我怎么现实了 你想我们14年镇时候 那一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是吧 就我们两个人在随便找了个小餐馆 吃了一顿饭 我觉得大家过得很开心啊 但去年呢 你看去年啊 你过生日的前一个月 你就不停地跟我说 你闺蜜的男朋友 在闺蜜过生日的时候 给他送了什么香水啊 什么首饰啊 还什么包包啊 这些 我都听得懂 你是想要这些东西 但没法可能 我自己当时手头不是那么宽裕 我就没给你买 因为你没法有东西 那当时你答应去 答应我带我去那个 悬眼餐厅吃饭呢 那结果带我去什么 团个了一个火锅店 就是因为我自己想存点钱嘛 然后好买房 我就觉得 没必要去那么奢侈的地方 去吃那些吧 但是我觉得过生日嘛 我就想吃一顿 好的又怎么了 而且我朋友 他也经常给我说 那个悬眼餐厅的海鲜 特别好吃啊 怎么的 然后夜景 看夜景好漂亮 好浪漫啊 怎么的 我也很想去啊 我觉得有什么错呀 好 这个我们不说行吗 其实我朋友给我推荐 一款那个 很好的一个护肤品吧 是吧 我买来放在家里面 你用了吗 你一直没用 你就非要用什么 一些国外的 国外的有那么好吗 化妆品这些 肯定要用好的呀 你也知道我的工作 我会经常化妆的 你是什么工作 婚景主持 婚景主持 对 会经常上台 要化妆嘛 那肯定要用 国外的一些大品牌呀 你也知道 那个化妆品 用那种不好的 用在脸上 用久了 那个皮肤肯定不好 化妆品只有适合 不适合自己的皮肤 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吧 还是你认为贵的就好 便宜的就不好 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觉得大牌的 你就是那个意思 大牌信得过一些 你承认没关系 对 反正有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虽然就是 我跟他推荐那个品牌 可能比较便宜吧 但是我觉得 我朋友他们用的 也挺好的呀 好多钱嘛 就一套一百多块钱嘛 够抠的 连这洗面奶都买不到 这个是稍微抠了点 但是我就觉得 你觉得那肯定质量不好啊 要回去我自己用 但是你看他后面 就是最近吧 他经常就会跟我说 他闺蜜的男朋友 有车 周末经常去自驾游 经常也跟我练到这样的 你我不知道 就是你想买车呗是吧 但是我就是 没有说我想买车 我想房子都没买 我们怎么可能先去买车呢 其实我说那些 只是希望你能上进一些 你能想一下 我们将来的生活 你不能就是 没有什么追求的 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 还一直不找工作 一直待业吗 我再找 三个多月没工作了 那三个月没收入了 对 因为其实就是有再找 当时没找到一些合适的 对对 那着急啊 对啊 你知道 三个月在家干嘛吗 干嘛 做饭 做家务 你还好吧 当时不是因为你身体 那个原因吗 我就想自己能做点菜 或者爆点汤 能把你身体好好补一下没 你怕你现在身体 就变得很好了吗 我不觉得呀 而且那段时间 其实我身体 其实都恢复得差不多了 三个多月了 但是你就是不出去找工作 你还觉得你做菜 很好吃 其实就是什么 番茄炒蛋 家常菜 你自己说的 你还是很喜欢 是吧 有时候在家吃的时候 你就说 其实挺不错的 你还在喊着泪说的 你知道吗 人家要去旋转餐厅 即便是番茄炒蛋 也要在旋转餐厅吃 你一个月的月收入 大概多少钱 五千现在 你自己 也就是说在三个月时间里 除了积蓄之外 就只有你一个人的收入 在支撑 对 然后其实你有一次 就特别傻 他当时就在家里做饭 然后平时下班 有些时候会来接我 人家的同事 男朋友老公接他 都是开车来接他 你又来了 哪户不开提哪户 不是 我觉得没必要 你坐供销车来接我 我觉得这回事 来接你下班 我觉得其实也很棒 我自己回去不挺好的 你来你还多给两块钱呢 你不算账 让我同事看 有些时候他们都是 在笑我你知道吗 我特别没面子 笑你什么 他说你男朋友 坐公车来接你 你男朋友来接你 坐着公车都能来接你 他多朴实啊 对你多好啊 关键的是 你在乎的是他来不来接 还是什么车来接 我就觉得没必要 坐公交车来接我呀 还是公交车的问题 我就觉得挺没有必要的 因为当时我就觉得 那些时间 浪费在那些时间上面 我觉得你还不如在家 早工作呀 或者是在家学习 提升一下自己也挺好的呀 我需要一个强大的男人 我希望他能在外面赚钱 我们能 对 那在你心中定义的强大的男人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或者是标准 就是工作嘛 然后能够踏实 然后对我呢 还是挺关心体贴 其实他以前还是挺体贴我的 现在我就也还好啊 就是需要对你 他现在只剩体贴了 只剩对我好了 其实他没有太多的标准 太多的标准 说出来都是不现实的 他心中就是一个标准 什么 一口气能拿出八碗 其实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因为我有些困难的时候 他能帮助我 站出来 然后因为我就觉得 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也就是没法和我一起克服嘛 那我对你彻底失望了 我反正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那来得太陡了吧 姑娘 这事事还没到 因为他每一个事情 你发现他没有 就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他都是推卸责任 他就感觉他自己没有错 那我先听听看 小伙子你觉得你现在想怎样 我现在就是我想挽回他 因为他说那些东西是什么 我可以改的 而且我真的想努力地找工作 我肯定会就是尽快找一个出来呗 他是以你东挑西挑的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工作 而且你现在特别懒散啊 你不想等了是吧 不是不想等 就是这么久了 他还是没有找工作 所以你想分了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 是非嘉宾的意见 简压面对面 我只想总结一下 你们曾经在一起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的一些问题 对于男生来讲 你有两句话让我觉得 特别前后不一致 你的第一句话是说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裸婚啊 没有房子也可以结婚 我认同这个观点 但是你反过来说第二句话 你说房子没有买怎么买车呢 如果我单听房子没有买怎么买车 我会认为这个人不错 他可能对他的婚姻很有要求的 他可能对他婚姻当中 另外一半的要求 他是上心的 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话 对在一起的话 我会发现这两句话 都是互相推托责任 第一句话 别人要房子的时候 你告诉给他 裸婚嘛 裸婚就可以了 有爱就可以了 不要有那么多物质 但人家提出另外一个需求 说那好吧 我没房子 我没有车的时候 你又会提出来 哎呀 我现在要买房子呀 你买什么车呢 你别着急 我现在需要买房子 干嘛呢 自己打自己的脸呢 没有任何意义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今天已经解释很多了 因为你给我解释 我跟你总结了 出来的 我现在好有压力 我跟你在一起 太有压力了 你给我压力 你看你用化妆品 用国外的 用昂贵的 然后你要买房子 你要买车子 我老板也给我压力 我本来是要有钱买房子 都是因为我老板给我压力 所以我没有钱买房子 你的追求者也给我压力 本来我们关系好好的 都是因为你有了你的追求者 所以我们的关系搞糟了 所以你的追求者也给我压力 我听了你太多太多解释了 但如果一段你所认同的 你所想要的爱情 永远都在解释当中的话 那这个爱情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 因为你但凡有一点点别人 指出来你的问题 你都有解释 那你解释就好了 你自己过就好了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因为他所需要的 你统统都不愿意给予 所以所有的都是借口 而借口背后代表着 你不想为你们两个的关系负责任 也不想去尽心 所以既然这样 那不如散了 而同样回过台 对女孩也是一样的 我想要工作很好的 很体贴我的 我觉得很呵护我的男人 我也想要 可找不着 全才是没有的 而你没有想清楚自己所想要的 那你就没有资格去 争着去走到恋爱当中 责备得不来爱情 责备只能换来的是一个人的孤独 我觉得小友你 你认知有问题 你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跟领导推 你说因为我急啊 对不对 然后跟他的亲郎那边冲突 因为我爱他 你的都是我急 因为我爱 因为我不喜欢 要做一些事情 你这个叫往脸上贴金 你做的都是一件错事 但是你贴了个金 你都认为是好事 因为你有理由嘛 做错事不可耻 做错事不认错 还不改 这才可耻 你有好的部分 但是你那个爆炸一旦爆了 会把前面东西全部毁掉 那谁敢跟你在一起 你再好有什么用 所以你要去改变你的缺点 挺挺 我刚才说 知错能改不可耻 不认错就可耻 你知道现实不可耻 不承认现实是可耻的 你就是很现实 我无法想象 今天因为他拿不到钱 没买到房你就失望 凭什么失望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我为什么要买房子 因为跟我的家庭有关系 因为我从小就跟父母 是租房住 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 这跟他是他的错吗 不是他的错吗 自己家庭的很多的规则 很多的苦 不是要别人来承担 来满足你的梦想 别人可以满足你要感谢 不满足你不能失望 你也没资格失望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沟通的能力 今天他不上进 我认为是没有完全不上进 但也有不上进的部分 你有没有办法改变他 你有办法改变他 这叫做经营爱情的能力 这叫能力 有这样的能力 才能创造幸福的爱情 没有这样的能力 只会骂的 这谁不会啊 到最后都分手了嘛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改变他的时候 不是跟他讲说 你不上进不上进 更多的是加油 今天这个结果 我其实不是特别看好啊 小伙子 因为我说实话 因为刚才你们两个人聊半天 我发现就一点 这个婷婷对你所有的抱怨 都是集中在你的赚钱能力 这个问题上 这是一个硬性的标准 我觉得这种硬性的标准 我们没有办法调和 所以我觉得小伙子 有时候你该认命 你现在就跟他承诺说 我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我会让你住上婚房的 他同样还是没有安全感 这个从小没有安全感 长大的姑娘 她喜欢扎扎湿湿 握在手里的东西 你给她描画前景 她不感兴趣 所以你就好好检讨一下自己 你现在能让她过上 她想要的生活吗 如果你过不上 我觉得你不如转身 就离开算了 因为我觉得一个姑娘 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她选择不了 她想过的生活的话 将来她会越来越不可爱 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 可能对你们两个人 都是一场灾难 既然彼此的标准都达不到 干嘛要非得在一起呢 不如给她一个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你们两世评贱夫妻百事哀吗 你理解评贱夫妻百事哀 是什么意思吗 你说说 就是可能一对夫妻之间 基地或者其他条件 不是那么好 所以他们什么时候办不成 你看 现在大部分人都曲解 作者原来的意思 都以为贫贱夫妻百事哀是说 如果没有面包 婚姻当不得已存续 作者的原意 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原整本来的意思是说 曾经共过患难的夫妻 一旦永别是一旦永别 是件让人悲伤的事情 他强调的恰恰是 在困难面前要同甘共苦 而根本不是说 如果没有面包 如果没有金钱 生活就不会幸福 完全是两个意思 被我们现在曲解 人非圣贤 孰能无故 人多多少少会有点缺点 他有显而易见的缺点 但也有难能可贵的优点 他看不到 他只看得到你的缺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真正的问题 其实更大的问题在差点 你虽然有优点 有缺点 那都是凡夫俗子 都会有的优点和缺点 不是什么大事 最关键的是 我看得出在这份感情当中 你的投入和对于生活的热情 但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想买好车 想买房 想用好一点的化妆品 想吃旋转餐厅 都没有问题 哪个女人不追求 好一点的生活 但问题就在于 在追求生活质量的同时 他对于感情的冷漠 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 很多我们认为 在生活当中 是很甜蜜的行为 比如说 你给他炖汤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是个很温馨的问题 但他很冷漠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这样做事的男人 很让他没面子 他要的男人 是能够在外面 15克6 有钱 有车 有权 有事 他觉得你这样做 让他很没面子 你坐着公交车 去接他 一般的女生 看着男生 从公交车上下来 那多高兴啊 有人接我 这男生多爱我 他看不到 他看到的是 那辆破旧的公交车 这是对于感情的冷漠 也就是说 你再怎么投入 他看得到的 只是形式上的物质 没有那个女人 不想过好的生活 我都赞成 但是我们也看过很多 从小就过苦日子的人 更懂得重视 对方的情感投入 但他不是 如果一个人缺乏了 对于对方热情投入的 一种尊重 而眼里只有好的生活 那你说 什么样的生活 才能满足他 那将是愈鹤难甜 此外 一个女人想要嫁给一个 成功的男人 是所有女人的本能 但是使自己的男人 更为成功 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本领 你没有这样的本领 却只有这样的本能 那你想怎么办 你想把他逼死 我这样说话 并非危言耸听 如果他持续地 把物质看得高过于 所谓的对于 对方情感的投入 你是没有希望 你不会有希望 除非他改变自己的内心 对于物质情感的排序 那才有可能 他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否则的话 他拥有再多的钱 开再好的车 住再大的房 他不会快乐 你更不会让他快乐 来 评论 请去逆世里 小勇也请登上大声台 大声说出你现在的感受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哭了相伴 感谢你让我领悟 让我大声说出来 天亮 跟你在一起 这两年多的时间吧 确实前面是很 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 我觉得 可能自己 不认识我 还是你 前面可能都没 意识到 自己的一些问题 所以 我俩才会 走到 今天这个 地步 今天听了 孙玲老师 包括 龙玲老师的 一些 建议 我觉得 我还是想 跟你 再继续下去 我们 试着改变一下自己 我希望你 不要离开我 再给我此机会 可以吗 其实我们在一起 两年多了 期间是经历过很多 开心的事 但是更多的 确实是一些 让我很多难过的事 我想再慎重地考虑一下 好 我们请到现场 一百位观众 大家如果希望他们在一起 那就在表决器上按赞成键 大家如果不赞同他们在一块 请按反对键 三二一 请按键 现场 只有29%的观众支持你们在一起 我跟婷婷说一句话 我知道你去意已绝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事 如果有朝一日 你碰上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有了好的生活 那个男人却不爱你 又或者是你遇上了更加困苦的生活的 迈不过去的坎 你一定会想起这个男人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请不要回头再来找他 因为那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你今天一旦离开 就最好跟这个男生 不要有太多的瓜葛 你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但如果你今天选择出来 你认为情感依然高于一切 我不想因为所谓的将来的物质生活 而错过了眼前这个真心真意 对自己的男人 那你就勇敢地出来 好 那接下来呢 会为小勇升起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放弃这段感情 那转世离开 或者你还是坚持想和婷婷 牵手呢 就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密室门会打开 不管婷婷出不出来 她都是自己的选择 也要学会勇敢地承受 接下来请为小勇升起选择住 请选择 请选择 请选择住 我俩都改 可以吗 一个好的女人 是既可以激起男人奋斗的野心 但是也能够抚平她的欲望 努力去做吧 我会努力改变的 谢谢老师 先找份更好的工作吧 我们都相互改变的 但是一定的物质基础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可以让我们生活再好一点点 好 我们会努力改变的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 中国故事天下传奇 重庆卫视 咪 对 这 咪 你